我是倪明君 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云层集中在东台湾还有恒春半岛 中央山脉让东西两边的天气大不相同 西边晴朗炎热 东边多云凉爽 从雷达回坡图来看 降雨集中在宜兰还有恒春半岛 不过都是小雨 明天降雨会再缓和 目前是吹东北风 南部是在尾流洛峰区 也就是下风处扩散条件不好 污染物容易累积 22号周二之前 嘉义台南高雄一直到屏东 空瓶都是橘色提醒 臭氧浓度高 周二晚上开始中南部有雨 空瓶好转 但是高雄屏东的空瓶还是不太好 敏感族群要特别注意 而今天最高温在南头32.7度 清晨是20.4度 温差超过了12度 而提醒您的是 从苗栗一直到嘉义还有屏东 都是橘黄色的灯号 日夜温差大 早出晚归要多戴一件外套 而未来五天的气温 中南部就是蓝色的这一条线 可以看到周三过后会转凉 高温可能低于30度 而北部和东台湾周三也会变凉 明后两天 迎风面和山区会有局部的降雨 到后天周二晚上 华南云语区东移之后 台湾各地和外岛都可能会下雨 而未来五天 东部和北部都会下雨 不过北部明天有一个空档 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20到29度 中南部明天也是好天气 周二晚上随着华南云语区的东移 会连续下几天的雨 21到31度 至于外岛部分 明天同样好天气 周二开始下雨 温度17到26度 生活Follow Me 为您整理气象的重点 嘉宜到屏东下风处 空瓶是橘色提醒 外出口罩一定要戴好 而中南部明天 有雾或是低云行车 要特别地注意 还有桃园到云林 恒城半岛和外岛 有较强阵风 另外东北季风 后天会再增强 会影响到星期六 而华南云语区 周二报道 各地都可能会下雨 接着来关心 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